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了关于结束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国对外商签第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双边协定 显示了中方对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 地理标志是产品产地来源的重要标志 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的结束 有助于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 进一步巩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基础 并进一步增强中欧双边政治互信 耿爽还表示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也充分显示了 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中方愿与欧方继续携手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犯人还表示 中方也愿与欧方一道在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从而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提升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